准备好磨种及木板一块 磨种一定要是完好无损的 表面光滑 纹路清晰 把石膏线固定在木板上 可以用胶水粘到木板上 在石膏四周堆上黄色油泥 把油泥表面抚平 用雕刻刀把紧贴石膏线四周的油泥修整好 油泥和石膏线之间不能有任何缝隙 柴剪多余的油泥一般留有1至2厘米为佳 涂刷破磨剂 破磨剂可以是洗洁精 肥皂水 液体实辣 凡是零等 破磨剂涂刷好一会儿 要用纱布擦干 或者用气墙吹干 如果表面有水分 开磨出来的磨具容易有水纹 准备模具硅胶原料 根据所做模具大小 取一定量的硅胶 再按照硅胶重量的2%到3% 撑取固化剂 两者搅拌均匀后 进行抽真空处理 抽真空时间一般不易超过6分钟 时间长短 根据气泡是否完全排出为准 模具制作 将准备好的硅胶原料 涂刷在石膏和水泥表面上 要涂刷均匀 一般厚度为3-5毫米为宜 如果产品比较大 还可以添加纱布 或者是玻璃纤维布 以增加模具抗撕裂强度 外磨制作 待硅胶模具做好以后 用木板或者是纸板 把硅胶模具四周围起来 结合处用胶水密封起来 往做好的槽里灌注石膏水 石膏水的高度 以高出模具表面0.50米以上为宜 盖石膏干了以后 把四周木板或纸板拆开 整个模具就做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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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